消息人士指出 随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爱女 金珠爱曝光度的增加 北韩当局也强制要求同名的女性要改名 根据多家外媒引述 北韩平安北道消息人士的说法报导 北韩定州市安全部门 日前把名字登记为珠爱的女性都找了过来 要求他们改名 而安全部干部表示 当局之所以会调查和强制改名字 是因为珠爱是最高尊严尊贵子弟的名字 因此内部只是不能够有同名的人 而平安南道也传出类似的消息 要求名为珠爱的女性 在一星期之内要改名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